但老板穿越到大堂 你觉得这件事能够在短短半天里 能够让全长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 这里有人推波助澜 想要把这事闹大 然后坐实 无论这位圣人一般王爷是名声 那么的 大理寺里的几人已经服罪 当然只是认了他们几个是极度本王 才弄出这么一件事 但本王很清楚 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知道你们大部分都是担心我 所以过来的 当然这里也不缺乏那些对我下手的探子 他喵的回去告诉你们 主子不管是什么阴谋诡计 本王都接着 本王知道本王的出现 断了你们的利益 但是为了给天下百姓一个活得干干净净的机会 这件事本王还会做下去 不仅是这件事 本王还要亲手 一点一点 把你们碗里的粮食拖出来 塞到百姓的手里 滚回去给你们的主子带话 回去洗干净脖子等嘎巴 要是觉得没有生路 本王给你们留下自吻留下好名声的机会 这个恶人本王当定了 宁王受嘎 流逼 花擦原来我这么牛逼了 我这该死的颜值啊 那么的谁让你来嘎我的 我你马 死是又是那些世家大族动的手 是谁 他酿的 出望这么好的人 竟然还有人相打他 男生凌王真是奇大物的 出望欣喜天佳 这么就凌王了 让老子知道是谁下的手 老子的买卖不做了 直接那嘎猪刀嘎上门去 能嘎几个是几个 嗯 那么的很好 你们彻彻底底的激怒了 本王希望你们有本事 能够多承担一会我的怒火 当街刺嘎一位王爷 还是在百姓 朝堂当中有圣人之名的王爷 这得多大的胆子 他娘的 而且这个嘎手的傻十三 居然在大理寺门口动手 关键是我们竟然没有查到这些人的踪迹 王爷 您没事吧 他喵的 本王没事 尸体在这 搬到大理寺去 看看武座 能不能查出些什么东西来 是 楚王殿下 属下办事不力 未能查到此人 这是不怪你 以你的身份和手脚 还没资格 参与到这件事情里 本王知道是谁做的 这笔账 会翻倍 落在他们头上 这可如何是好 前几天挣钱 从未手里要去几份 大唐水利工程的情报 肯定跟他脱不了 干系 这结了死仇 今后不是正家玩玩 就是楚王玩玩 女儿 你觉得父亲该怎么做 爹爹 就看你准备占本家 还是占楚王殿下了 现在想要置身时外 恐怕不太可能了 占本家怎么说 占楚王殿下又怎么说 现在明面上 本家的胜率更大一些 嗯 楚王殿下得罪的 可是天下所有世家大族 他们不需要对大唐下手 只需要对楚王殿下下手就好了 唉 那么我们该占本家 不 我们应该占楚王殿下 哦 女儿 你不是才说过 本家的胜率更大一些 真是以为如此 我才有些不解 为什么陛下会答应这样一条政令 对世家大族下手 不是一个作为皇帝的人 应该做的选择 哪怕是未尽 也只是提出九品中正 也不敢取走世家大族的利益 这太激进了 这位楚王 女儿看不懂 那爹爹应该站楚王殿下 是的 我们这一只 应该站在楚王殿下身后 但不应该有爹爹来站 是的 我们这一只 应该站在楚王殿下身后 但不应该有爹爹来站 楚王能和世家大族作对 但爹爹不能 如果爹爹明天找楚王 不到晚上 我们一家的西瓜 就要在屋里挂着 明天女儿亲自去拜见楚王殿下 让小碧跟我一起去 你去也就罢了 你办事我放心 为何还要你弟弟跟着一起去 这是为何 让小碧拜楚王为师 唉 我错生女儿身 不能替父亲分忧 还要连累弟弟 若我是男儿身 这等事我来救好 两手谋划 竟然没有一个成功的 他娘的 现在该怎么办 要不我拆人 今晚就烧了他的铺子 铺子 这种事做一次就够了 要是再用第二次 别说那小贼能不能忍下去 他立世民第一个就忍不了 他是皇帝 还是要给他尊重 嗯 君吉兄 这长安城我是带不下去了 今晚就要连夜出城 赶回本家 他娘的 那我们现在就要看的贼小子 招摇壮士 小不忍者乱大谋 在长安城是对付不了他了 在楚地 我们世家会在那里等他 你是兵部侍郎 他是楚王 迟早要招穆斯兵 定然要经你手 你是懂的 他娘的 老子能让他招到一个好兵 就把西瓜拧下来 给你当酒飞用 嗯 我迷马 陈三 小人在 明天我给你支一些银子 去方式里给我买一只猫 长毛 短腿最好 性格 要最温顺的那种 是 他喵的 顺便再拆人去盯着 咱们那几间铺子 施工图 也都交付给你们了 督促他们 快些将门面打开 是 他喵的 玩不了手机 鲁鲁猫 也是一件极好的事 嗯 我迷马 这日子过得 啥时候 抽奖能抽到个手机 那就完美了 能刷摇一摇的小姐姐 就更完美了 哈哈哈 言归正传 他娘的 等西式的超市赚钱了 再在东市开一家 明天 去兵部 找李静 要一些武族 赶紧把手伸到处地去 王爷 有位姑娘带着一个 十二三岁的孩子 说是要拜访您 一大早就赶过来 一直等到现在 哦 姑娘 对的 是一位生得很好看的姑娘 除了那两位公主 小人就没见过这么漂亮 她说她姓郑 行养 处地的那个郑 我迷马 不出意外 就是针对我的世家大族 派个女人来干啥 想使用美人计 哈哈哈哈 咖喵的 可使用美人计 自己又不吃首富那一套 或是他们想学诸葛亮 把我当成司马懿 派个女人过来 羞辱自己 我迷马 我是个男人 我怕个毛线 既然有胆子来 那就请她进来吧 美女郑丽婉 见过楚王殿下 呱呱 这个名字 我好像是听过的 咳咳的 你是郑家人 如果我没有猜错 昨天那两件事 都应该出自你郑家的手 你还有胆子来见我 那是我正式本家做的 和我长安这一支没有关联 美女父亲只是水部一位六品小官 他又哪来那个能力 对您出手 嗯 小可爱 你找本王 要干啥 向您赔罪 哦 他喵的 又不是你们做的 你们怕什么 等您查清 定然不会放正式生路 与其等死 不如主动向王爷请罪 求一条生路 嗯 你倒是挺聪明 这是本家大人 昨晚匆匆离开长安时 留给我父亲的一封信 嗯 我尼玛 果然有猴军级 这混蛋玩意 你就不怕 我把这封信交给皇上 殿下若是能这般做 自然是极好的 但是殿下不会 啊 他喵的 你知道的 仅仅是这封信 还不够 这是我弟弟 我们这一支正式最小的男儿 我想让他拜楚王殿下为师 呦呦 点牙门可不像好人呢 咳 他喵的 你聪明得很 小蒜潘打的眼睛 若是真心站在我这边 那可就占了一个天大的便宜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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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你聪明得很 小蒜潘打的眼睛 若是真心站在我这边 那可就占了一个天大的便宜 这都能想到 他喵的 本王暂时不会收徒 所以绝了这个心思吧 不过你是真想让本王放心 是的 哈哈哈哈 那我就不说去了啊 小孩当质子就算了 你若有心 那便来本王手下做事 我 我给您做事 可我只是一个女儿家 你很聪明 格局也很大 特么的 怎么放在自己身上 格局就这么小了 你很优秀 比很多男人都优秀 他们能做的 你为什么不能做 可我毕竟是个女人 我尼玛 女人怎么了 劳资这里 才没有那么多屁规矩 让你办事 是靠你的智慧 又不是靠你的身体 难道你对自己的脑子 没有信心吗 那名女就壮胆 为您办事了 小可爱 很好 过几天 西式的超市 就会开张 到时候 你跟陈三学学 如何经营管理 到时候 东市再开一家 你去做店长 真的 安娜钦 我还能骗你不成 不过你可要想好了 你这一只 上了我的车 就不准下去了 上车 我尼玛多么熟悉的词语 长安正式愿为楚王殿下差遣 小可爱 退下吧 我尼玛 我想起来了 正历晚 历史上 说是相貌 服亚女 常乐公主的美人 现在一看到是没有作假 的确生得好看 最主要的是 女曹操一般的人物 这么的捡到宝了 陈三 你看这店铺 我去兵部一趟 王爷 这时候出去 太危险了 要是有什么事 我给您去办 呦 这小子 现在挺忠心 俺稀罕啊 咳咳 我去兵部跳舞足 你能替我挑选 以我的本事 能达了我的人 这世上还没有 你担心个锤子 操牵好超市的事 就成 西市的超市 开了 那个姑娘 就跟你学 王爷 您不用那一招 帮他开辟一下灵智 特么的 那姑娘和你们 不一样 你们是蠢蛋 他聪明 他要是中心 以后 有其他安排 你们这些蠢蛋 一辈子 都是管理超市的命 能为王爷管理超市 那是我们的福分 话说 那姑娘生的好看 出身也不错 要是王爷 可拿她为妾 也是那个姑娘的福气 那妾 哗擦 多么稀罕人的词语 我差点忘记了 这可是唐朝 有机会的 滚犊子 我可是专情的很 见过楚王殿下 不知楚王此次前来兵部 是为何事 我是过来 同李静报备一下 准备招募一些士兵 这个 这个 这个咋说呢 特么的 怎么了 有话快说 有屁就放的 叽叽歪歪的像啥子 尚书大人 现在去了皇城 正和陛下商议大事 无妨 有能管事的人在吗 有 侍郎大人还在兵部 带我去见他 特么的 原来你是 大唐的兵部侍郎 楚王殿下不知道吗 唐唐王爷竟然对大唐朝堂这么不了解 我迷马 本王 又没有官职 楚王来这有什么事 招募四兵 哦 他娘呢 你个杀钱刀 瘪子终于落在我手里找我了 早就为你准备好了 哈哈哈哈 昨天楚王遇刺 今天在朝堂上 陛下就把我们兵部的人骂了个狗血听头 少书大人也再三叮嘱我 要给殿下安排好私兵的事 这是名策 请您过目 嗯 哗擦 这策子上 没有老弱病残 个个都是精兵 侯军级 能有这么好心 不正常 殿下不满意这份名单吗 没有 都是一些百战精兵 兵不舍的 楚王殿下可是大唐的圣人 陛下亲口说了 您的安危 是比他的安危 还要更加慎重的一件事 所以兵自然是要挑最好的 呦 我迷马 我咋听出来 黄鼠狼 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啊 嗯 那好 明天就去见见 这群精兵 他娘的 我说的话半点没有掺甲 可这些精兵 都是犯了事 从老部队里 踢除出来的老兵牛子 一个个脾气大到天 别说是我 纵然是李靖 也不可能再短短时间 驯化这些人 这可是阴谋 楚王殿下好大的力气 按福气了 那好 明天就去见见 这群精兵 听说了吗 咱这是要调出来 给人当私兵了 一群恶心人的玩意 老子吃粮当兵 当兵吃粮 才不会给他们干事 我可是听说 我们是要给楚王当私兵 我承认楚王是个好人 但他一个商骨 还是个王爷 他能懂个锤子的剧目 我可吹嘘了 这些人都是精兵 现在这种景象 可真是落面子 让楚王殿下见笑了 这群兵游子 没人管教 就懒散起来 他娘的终于安静下来了 既然不想说话 那就安静地听我说 首先第一点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们的将军 这里的两千人 都得服从我的命令 第二点 我不管你们先前 在原来的部队是什么样 但在我这里 就得守我一切的规矩 本王 不怕你们是什么废物 或者是什么所谓的兵游子 在本王手里 哪怕你们是废物 本王 也有本事 把你们变成一块好钢 哇 好牛逼 特么的 你们做本王的私兵 就是给本王卖妖子 既然把妖子都交给本王 本王 自然会后代你们 从今天开始 一日时三餐 顿顿都给你们肉 至于享银 普通士族 每人 每月二粮 五掌五粮 神掌十粮 百夫掌二十粮 除此之外 你们要是有真本事的 尽管站出来 本王准备 在你们这两千人中 设三名校尉 同领你们 这两千人的大小事物 本王 亲自去见陛下 给你们请一个 从九品的官衔来 奖银 本王 亲自掏 每月百粮 哦 这个待遇 可是要比我们见到的 待遇好得太多 那些白花花的马内 可不是最好的证明吗 是真的愿意 给我们这么多响应 他娘的 银 一个月也就 排二十粮 要知道 银 可是六品官 要不 楚王殿下 什么样才算是真本事 这个问题 我等会回答 现在我给你们 声明一个规矩 他娘的 一个个的都给我 竖起一耳朵 听好了 从今天开始 队列里 都给我保持安静 没让你们说话 就算是再怎么 想说话 也给我憋住了 想要说 就喊一声 报告 得到准许 让你们说了 才准说 你们明白了吗 这是什么古怪的规矩 明白了 特么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他喵的 刚才的那个问题 我现在给你们答案 能在我手下 接三招的人 就有资格 当我手下的校尉 在王爷手下 接住三招 这算什么要求 看楚王殿下 细皮嫩肉的 还能打过我们不成 我尼玛 如果有超过三个人 能在我手下 接住三招的 有多少算多少 本王一个个的 都给你们 要一个校尉回来 这个楚王 是不是泛师兴风了 楚王殿下 万万不可 他们可都是 经过战场 魔力的老兵了 别看他们 不四不六的样子 和他们手底下 可是有真本事的 放心 我心里有数 报告 讲 楚王殿下 您说的都是真的吗 他喵的 本王千金之躯 还能骗你不成 那小人想做 第一个挑战王爷的人 那就过来吧 你要是想用武器也可以 武器就算了 俺是粗汉 手下没个准 要是伤着楚王殿下 可就不好了 你快劝劝王爷 这种事 放心好了 我家王爷武艺高得很 这汉子虽然壮 可他也不是 我家王爷的对手 楚王殿下 还是您先动手吧 不用客气 你先 那小人就冒犯了 楚王殿下好大的力气 俺服气了 俺不是楚王殿下的对手 那么的 还有人要来吗 报告 讲 楚王殿下 我想用武器 可以吗 可以 竟然用刀 还真是胆大 也不怕伤着楚王殿下 我要不是怕惹怒 楚王殿下 我也想用刀试试 这个人有人认识吗 这个人我认识 叫素和 这可是一个狠人 大小人就不客气了 他娘的 若是实战 你现在就已经嘎了 竟然用刀 还真是胆大 也不怕伤着楚王殿下 我要不是怕惹怒楚王殿下 我也想用刀试试 这个人有人认识吗 我认识 叫宋和 这是个狠人 当年出征的时候 因为看不惯自己的长官 欺负突厥清白的姑娘 就提刀 嘎了自己的长官 不过后来他嘎了 突厥去埃布罗的族长 功过相迭 没要了他的西瓜 从此就没哪个军营敢要他 没想到 咱们楚王大人 竟然要了他 你说 要是万一咱这个楚王 也被他嘎了 怎么办 不一定 楚王力气大得很 楚王殿下不准备用武器吗 他喵的 用个蛋蛋 不用 你只管来就是 我尼玛武器 我可没打算 要了你们的西瓜 那小人就不客气了 他娘的 若是实战 你现在就已经嘎了 天下武艺超凡 小人不急 自认自己武艺 绝不逊色任何武将 只是没个出路 现在才知道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这么的 还有想要挑战我的吗 没有了 没有了 他喵的 没有人了吗 你们这些人 还算不错 不是我想象中的耸淡 但是离我想要的兵 还差很多 包括嘎人的本事 都不及格 到了我这里 你们都从大头兵做起 本王亲自教你们 怎么当兵 教你们的第一件事 就是规矩前一个月的时间 别的不干 只学规矩 他喵的 给我记住这个声音 以后听到这个声音 不管你在干什么 出宫也好 吃饭也好 睡觉也好 在一百息的时间里 全部都要给我站到教场上 明白了吗 知道了 这么的 给我整齐一点 声音更大一点 别一个个跟个娘们似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很好 陈三 接下来 你去教他们叠被子 叠被子 叠被子还用浆 叠被子还不简单 折八折八 往床上一放 不就完了 你们的被子 也得叠成这样 每天都会检查 若是叠得不工整 敷衍了事的 本王可不会轻饶你们 报告 江 楚王殿下 把被子叠成这样有什么用啊 被子不就是用来睡觉的吗 他娘的 现在跟你们解释 你们也听不懂 所以照命令去做 就行 还有意义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很好 除了叠被子 还有其他一些规矩 他娘的 楚王殿下的那群私兵 操练得怎么样 大人 消人紧人 去看了一多时间 或决来的消息 眼消人 感到一丝洪流 荒流 怎么说 瘦下的心地 华仙区王殿下 瘦下的私兵 并没有操练 没日期的横躁 要着军营掏上几拳 就到脚场上站住 后院 没料 究竟他们在脚场上站住 要么就是套 你是说 他们就在脚场 干战一整天 是的 他娘的 他娘的 这是什么操作 红薇听说过这么离谱的事 只是让人站住就能把命练好 天下哪有这么荒唐的事 可这个人不能用常规来看待 你们抓紧盯着他们 看看老单这小子究竟想耍什么花招 我低个乖乖 李世民这一家子的基因就是好 三个女儿都是粉雕玉琢的模样 你家的超市是今天开业吗 对 这位公主是 李叔 你叫她兰玲就好 兰玲见过楚王殿下 你比你姐姐懂事多了 哼 我怎么就不懂事了 我可是长女 好哥哥 你说的新是这家超市开业 会上一些新东西 都是些什么呀 小可爱 我带你进去看看 我也要进去看看 楚王殿下 我也想进去看看 果尼玛 我这该死的颜值 还有该死的魅力啊 真他妈的 让我不赖 你叫我一声 好哥哥 我就带你去 哥哥也就罢了 好哥哥这种称呼 未免有些太过于暧昧 只是叫一声好哥哥 我们两个可都是这么叫的 好哥哥 你说对不对呀 好哥哥 花擦 果然 我这个年纪 还是更稀罕小罗里 一点不 不是男人 就该全选 走 我带你们去看看 老铁们 订阅 点赞和分享 就是我的动力 下集会更精彩